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经节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世界冠军汤卫星九段 汤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是给您带来的是由韩国的朴婷桓 他直黑对战Master一盘棋 我们呢让我们的国手汤卫星九段来跟我们一起解析一下这盘棋 好我们进入棋局 这个黑棋是调定环 网名叫Maker 对 他是以中国流开局 像这个好像人类棋手是不是一般都会 跟人下的时候一般都挡到这边吧 对 但这次调定环挡到这边了 之前那个AlphaGo之前都是属于是搬的嘛 但是后面AlphaGo出来之后后面这个拐就下了一点多了 现在就变成下拐多了 对 这个拐最早应该是AlphaGo下的 因为之前人觉得这棋被点脚啊 这明显就亏了嘛 这形状 对 对 就这几步棋的套子都是AlphaGo最早下的 合肥一个再走这个嘛 嗯 挂脚了 这个Master说是AlphaGo的升级板 其实以前的话AlphaGo它可能是会下碰这个 他以前下过这个的 嗯 现在他现在走这个 嗯 走这个的话一般来讲走这个觉得被三根低加 然后脱个线 反正一般来讲就不愿意下这儿嘛 嗯 但是他现在 这种下法好像以前确实是古朴里面好像是有过的 就这种这三个下法吗 对好像是有过的 哦 原来这是Master也是学习了古朴啊 嗯 对 你要说就是Master对那个 古朴学习的比人要学习的多一点 嗯 对 这三章我是见到Master跟其他棋手也这么下过 嗯 也是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 确实 这盘棋呢 这盘棋 开局感觉上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黑的这部局其实怎么说呢 像有一些棋的话好像开局黑的就不太行 但是这一盘棋 黑棋就是这局不下完之后 并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烧亏 并没有亏得特别多 嗯 这盘棋到最后也是非常的相近应该说 嗯 朴廷环只输了1.5目 嗯 对 其实我看了后面看了关子的话 嗯 我看了关子 其实很多时候Master是已经多了之后 然后进行各种推让的 但这盘棋的话 我粗粗一看 并没有觉得Master有什么太大的推让 可能是有一点 但是就推让的还是比较小 哦 那说明这盘棋 条件往下确实还是非常的相近 嗯 但中盘战斗的时候 我看Master已经是下的很稳健了 其实 真是 但是如果是人类来下的话 他可能 他无法像Master这样掌控整盘棋 就是说你觉得你又是很小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想拼一下 但是Master他无人舍 他能舍得住 嗯 那我们这个局部已经进行了 你看这个局部的话 黑白是军事吗 还是 这个局部的话 凭我的感觉应该肯定是 白的也好一点 嗯 因为这本身从挂脚开始进去的话 这本来是黑的一个阵势 现在白棋脚上活了这六目旗 如果飞一下的话 这大约还说不定还有第七目 然后这黑的没什么空 就外面就吃了一点十目旗 这白棋就欺慕起 这地方白的又 把这个抱持啊 这边上反正 虽然也不算特别厚 但是这地方肯定也觉得不算枯齐 你黑的这中间 就正是在这边的话 它其实感觉没什么发展潜力 总的来讲 这黑的应该是要亏的 嗯 黑的不算很满意 对吧 对 黑的应该是要亏 但是你说黑的有明显硬法上有失误吗 凭你的感觉 明显硬法上好像也没什么事 这几条现在还不好办 就是现在白棋这连续的组合拳三招 还不好办是吧 对 不好应付 确实不太很好应付 那你们是不是以后出去跟别人下棋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三招了 反正我是不下中国流的现在 你不下中国流了 因为中国流会被白棋这三招给对付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下中国流也行 这个棋的话就不管 就搬上来吧 搬上来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阿尔法都不愿意搬 但其实搬下来我觉得也是可以下的 嗯 现在不是也有高中国流的吗 对吧 反正这种下法还是比较多的 你不好办你就换一张 嗯 对 我们棋友们可以学习这三招嘛 到时候谁下中国流就这么对付他 嗯 但是反正这些东西都最终怎么样 还得看个人战斗力 也许你这样被别人杀崩了也是有可能的 不要怪我们 对 还是要看这个个人实力 这棋的话黑的如果要跑的话 我猜的啊 这个Manda可能是要这样一下 就提一个 你这样单跑出来 还有顺势跟着顺势而为 你跑出来好像有点无聊 嗯 但是这样如果不能跑的话 就是局部感觉还是 黑棋也不太满意是吧 因为你是拆这个 你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薄 嗯 觉得这样的话 嗯 对于全局来讲 特别是你那边还要走外事 这白棋就特别朴实地补了一个 对 你看白棋这个好像就把黑棋压缩在一个小脚步 黑棋没几步棋 但是白棋这个也没怎么用手术 就围成了这么一块空 对 这棋的话 嗯 就是怎么说呢 本身的话 如果这黑棋能跑出来的话 白棋这个地方 嗯 它其实这形状不特别好 但在当前举面下 这边白棋提一个 这边就很厚了 这个配置非常好 就配置很好 你就单跑 如果没有这个配置的话 提完之后我尝一个 你还是一块那个骨气 嗯 所以Master这个棋也真是 它就是每一种局面 它都会讲究一个配置 对 它这部棋的话 它补一个的话 它 确实这部棋还是很稳健的 嗯 嗯 那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紫效啊 它并不是一个局部只能说明的 而是在这个全局的配置之下 才能说明一个紫效真正的价值 嗯 特别是像这部棋的话 人的那个第一杆可能不会下这个地方 嗯 也许这个棋我去看啊 也许第一杆可能是在这种位置 嗯 这种位置毕竟看起来像是世光双方的销掌 要点这块孔 还有销你这边 嗯 但是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的这部兼充可能这个位置就挺好 哦 嗯 也许你爬我就长 长 嗯 然后白的也许如果跳的话好像有点无趣 你就比如说白的再爬一个吧 嗯 那你还长吗 嗯 嗯 其实这样我觉得白的也可以下 我觉得这样下的话 白的我就算走一个走一个这种 我觉得也是可以下的 嗯 但是它去走这一步棋飞的话 我的意思 我觉得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地方是你这个头先出来 嗯 然后它盯着你这一块的毛病 因为当时这样下完之后 就没什么毛病了 嗯 另外这棋走这个是吧 对 黑棋走那边了 对 看起来这好像还是有点 有点模样了 但是好像MASTA对这些地方判断得清楚 嗯 走这个 点在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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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带啊 我觉得白棋也是还挺简秘的 它挡住其实这就是一个白棋弃子 嗯 嗯 白棋弃了之后 其实黑的还是吃了有二十四六八十六 吃了有十二三五 嗯 嗯 吃了吃了三木 它再去掉中间 然后黑的再断一个 又把这个子又吃回去 其实我感觉 我感觉这一代 我感觉白旗其实没什么便宜 白旗你觉得Master不便宜是吧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简面的定型 对 我觉得它就是个简面定型 我觉得这两个手交换的话 和白旗单走一个白旗已经有所不如 就是说你再走一手的话 感觉再走一手不如这个单走 这边的话 我觉得相当于黑的补了一手旗 就断一个补了一手旗 我感觉围的空还是很大的 这白的这没什么大用 反正我觉得这地方 以我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这白的应该是不便宜的 但是它肯定有它自己的判断 它就觉得这样 它可能觉得这样比较稳健 对 它就走一走 把变化都走近了 你有多少空 它都数清楚 然后最后你就不行 对 我感觉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或许是它觉得前面这块 它在紫销上已经积累一定的优势了 对 就像我前面分析 而且这块其实黑的这间不就是吃十木棋吗 这白的地方已经六七木了 再加上这地方再吃了点 你黑的空亏多 你这些潜力到时候被它随便打散了之后 它就我觉得它赢了 那这Master肯定还是觉得它布局就已经优势了 对 这人如果只是一点小优势的话 那你可能觉得还有什么 就是你还心里面有点没底 对它 它好像觉得很有底是吧 对 其实像这种飞的话 我觉得它这种飞对中间也不是特别大 这种肩都是先手 你再飞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部棋明显是这个很大 哦 这部棋是吧 这一走这条边全部都走了 对 实际上还被搜刮了一下 我觉得这部棋很大 你中间黑的能为什么样子 你走这个我就飞进去 你走这个我这尖是先生 我这一粘住 这什么空都没有 它走这个 然后再走 其实这个鞋也很大 它就去走这个 然后黑的是把那个粘住 又粘了 对 对 这感觉被搜刮 我觉得白鞋 就是我觉得下的还是 就是怎么说呢 应该不算很好 但是 就它好像它反正它走的 它对它也没有什么好坏的概念 它觉得 它前面积累又是有那么大吗 这下面又亏 然后这边又被搜刮 那前面优势还有吗 前面的优势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地方可能 黑的走的也有一定问题 我觉得黑的被摆走得太厚 本来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厚的 我觉得假如说黑的 如果算飞完之后拆个一 你这块鞋有一粒 这块鞋不是特别厚的 实际上走得很厚 你这块歪是根本发挥不出来 而且或许 或许它这个地方的优势 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一点 也许也是有可能的 应该是 能支撑住它后边这一顿笋 真的笋也许笋得很简明对吧 对笋得很简明 它一般简明的要去笋的时候 那肯定是它已经胸有成竹了 如果人能来下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一笋你就停不下来了 你是不敢去这样的 对你就停不下来 但是它能停下来 它它损到那个恰到好处为止 它就能赢你那么一点点 是吧 人有的时候损了之后人就慌了 特别是假如说你这一目半这种的话 你数不清楚你这个人有点慌 你这个 有点方 停不下来你就没办法了真的 它其实走得还很简明 它这种给人感觉就已经多少随便给你下下的那种感觉 到这就已经是随便跟你下下了 对它这招法都这么简明 然后就往这地方一护 这期就那个什么 那这后面黑漆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所以后面我觉得黑的关子可能还是便宜了一点 但是要说机会的话 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大机会了 那是不是真正黑漆机会丧失 就是就这个局部结束 这个局部一结束 这半边期盘一结束 黑漆就已经没机会了 对的 我觉得这样 其实这个局部下完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不要让白的下太厚 白的下太厚 你这黑的这些地方的毛病 还有这些后卫都发挥不出来了 就是说 最后白的其实已经感觉很简明 白了之后就围在中间一点 其实这个边上它已经亏了很多了 我觉得这棋 其实走完之后黑的就不太好了 好 那我们再看几步 毕竟这盘棋比较接近 再看几步 现在你觉得你给我们点空的话 能点出一个结果来吗 现在如果点空的话 我可能觉得白大的应该是要好 但是如果快期的话 就是如果慢期的话 可能这期胜负肯定应该可以说定 但是如果快期的话 当时这期胜负应该也不是特别敢确定 你就把当慢期 因为这里面 Master它是不会出篓子的 那如果是慢期的话 这个棋应该是白的 肯定是要赢的我觉得 是吧 大概就是目数差距能有多少 一般来讲像这种局面的话 可能如果是有个两目左右的差距 就应该是不太可能翻盘了 就是你们职业比赛中 如果是慢期 就是还这样没定型的话 两目的差距也不好翻盘了 也不是说就完全不可能 但是说就这些两目差距就已经是很大了 已经很大了 好 那最后白期也是剩了1.5目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相信Master确实也没有再出任何的篓子 那这盘期呢 我们的精华大概就是在前半盘 就是在这个局部和这个局部左右 好 那我们就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 再见